西安小學高年級第一日復課 過千個學生一起放學 排隊去哪裡? 原來學校想到一個回轉式接放學計劃 想像一下運動場的跑道是行李輸送帶 學生好像行李一樣 一件接一件 在上面騰騰轉等人來認領 同一時間旅客已經蠢蠢欲動 通過人面識別後入閘 經過紅外線測溫 入了等候區等行李 見到行李之後揮手相迎 再一起向大門口的方向回合 整個認領行李的程序就完了 為了確保學生在復學之後 整個的他的安全 我們在接送的過程中 當時也想了很多的辦法 這樣既保證了家長和家長之間不交叉感 也能保證我們孩子之間的安全 像機場或行李 這個是很形象的一個 這種方式挺不錯 間隔一米也挺安全的 如果家長遲到 小朋友是不是要行到腳都斷了 放心 學校早就預早會這樣 安排課室給小朋友溫習 不過爸爸媽媽 早點接子女走才是最安全 在這裡d发 做到大陰口的方向回合